来,部署一下,可以吧 还没完呢,咱们先测一下 然后测过了之后,再讲这里边还有点问题,可以吧 好了,现在咱也没有什么这个 检查登录的验证器啊,就是拦截器 咱们就先直接整吧,行吧 来一个什么呢 泰斯特,登录名,可以吧 然后密码呢,123,然后呢,泰斯特,可以吧 学历呢,选一本科,然后呢,出生日期呢,就 哪一天呢,然后1331,131311,这还是挺顺的 然后行吧,勾上来啊,选择文件 我桌面上是不是有一简历啊 你们是不是特别想看这里边到底写的什么东西啊 就害,行吧 这就好奇害死猫,是不是 来,选一下,可以吧 然后,哈哈,来 是啊,因为咱们这个东西比较多,咱打一个断点,行吧 咱一步一步走走看看,是不是 就是这样,要不然一下就抱了个错,那多不好啊 行吧 走,哎,进来了哈 咱们看看啊,首先呢,断点调试啊 来,这是不是按步走啊 那走第一步这没什么可说的,是不是就得到这玩意啊 是不是啊 好了,现在走,走第二步,第二 第二,第二出来了,是不是就今天这日子啊 然后走,走第三步 走第二四步,走到这儿,我先不走别的了 那先干嘛呢 先看看这模型驱动起没起作用 是不是在这次里边啊 是不是有这user啊 有的你点开看看,都有没有值啊 不然就得有了 education有了 file name,看这file name特点了吗 啊,然后gender有了 howby有了 test有了 123有了 pass有了 哈哈有了 test碰有了 有的id没有 没关系 自动称称,是不是啊 有的name也有了 都有了没有啊 有了 有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上走 啊,这一步是不是就保存文件啊 好了,保存文件呢 咱看一眼兄弟啊 是不是在这里边啊 嗯 files 有了吧 有了 接下来往后走啊 走 这时候是不是rns已经结果出来了 是不是大一零啊 大一零是不是success了 嗯 好了 这显照界面 那这界面精彩的呢 还没取那绿子的呢 对不对 这是精彩的 你这很简单 你看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是干嘛呀 那数据库里你刷一把 嗯 用的name数据有 是不是啊 哦,看看啊 隐色的into yodername logonname 哦 这盖上yodernid了 是不是啊 嗨 等一下 这行了吧 啊 那我先在那补充一下 一会儿再添加一个再试 行不行啊 啊 嗨 资色 嗯 嗯 就肯定啊 这找问题得最短的时间是吧 来再添加一次 呃 task的abc 就abc吧 别task了 啊 啊 abc 又过来了是吧 好了 放行 点这是不是全放了 嗯 来 let me think 可以了吧 啊 啊 就那边一个小问题啊 ok 嗯 上传完了吗 这个 添加 没有 因为我们上传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简历啊 简历的格式各位啊 我们有要求没有啊 是不是得有要求啊 是不是扩展名啊 好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得在这里面整配置啊 好了 是不是整配置什么 什么 上传 啊 上 上 上传文件的 扩展名 限制 是不是啊 啊 怎么配置啊 啊 直接拍入嘛 是不是先得这关联啊 关联很简单啊 你得知道它是不是在什么里边啊 是不是在默认的拦截器站里边 是不是啊 啊 那在不在 在 defort stake呢 出这呢 找那个 啊 在不在 在 好了那你这时候就得写那个什么 defort stake 是不是啊 然后在这里边写什么呀 piremo 好了 piremo怎么写啊 piremo file uploa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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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点啊 你你能找了就行 是不是啊 啊 不用要求 所以得背着来 你背着来也没什么意义啊 你能找了就行 叫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 叫什么 Olo的 一个tention set 你不能找这个 你得找这个 是不是啊 叫Olo的 一个tention 咱既然都打开了 为了防止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 烤过来 行不行 好了 这里边是不是我们要求的就是.doc 和.doc x 是不是 可以吗 行不行 好了 这就写完了 可以吗 啊 上盘写完了 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出发点得回到哪去了 不是home 是不是得回到列表上来吧 你添加一完成了 是不是就该整这个了 只有整这个之后 你才能编辑 才能查看 才能删除 这都是一系列的 对不对 啊 那回来吧 找到这个 那首先呢 我们看吧 这里边 前面这都是查询早点 对不对 我们不看 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 以用户列表开始的 后边这一段 对不对 那这里边呢 他为什么登录名 姓名电话 联系方式 联系性别 联系电话等等的 底下这些是不是都静态数据 你看 这就是曹操 嗯 曹操那汉字就这两个 你知道吗 啊 那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没意义 我们是不是得自己编例啊 啊 那来吧 编例 首先 你是不是得先引入 啊 Tag Tag Lab UI 等于 什么 什么 Fix 啊 等于 S 对吧 好了 这边其他的我现在都不看 因为我不用的我不管 是不是 我现在用哪个我改一下一个 能明白吗 啊你不用的你不用着急改啊 你改了之后你又不用你改去干嘛 是不是 你别看见一点就改一点 当作你自己都不知道该改成了 能明白吗 啊 啊 来 这些都生成的不好 不合一 就是强化这 必须得 换的这个 格式 挺好看 什么呀 啊 啊 这少于空格是吧 你说那这是不是弄的一行里边反正好看啊 你能弄成这么多行乱七八糟的 啊 我就看这个以前也是 就看着就看不下去 就必须得弄成这样 哎这样是不是就看了就说话 啊 对不对 那底下这些呢我跟你说 这是不是两行数据啊 一个是矮的命一个是草草是不是啊 我们留哪个就够了 留一行就够了 我们就留够了 我们 要写的就行 对不对 别的我们不去啊 好了你这样你刷一下 你试试 就一行了 就剩 人一个人了 对不对啊 接下来我们就整我们的就行了 是不是啊 S方法什么样 Eater Writer 是不是啊 EaterWriter EaterWriter里边这个时候 你Values 是不是要写一个东西啊 你先空着 你不知道 是不是啊 然后剩下的是不是就是你放哪的事啊 那这个你写的话 是不是就用警号学啊 没写的话是不是就直接学啊 对不对 好了 能明白吗 嗯 但是 你现在数据是不是还都没有呢 你数据有了吗 没有 你来第四得怎么来啊 得先 查出来是不是啊 怎么查啊 这回难住了吧 那Action 那Action你家 谁都要用Action啊 你怎么买在这个意思呢 是不是这个 啊 你添加 那我要没 你进来还没点添加呢 是不是点他过来的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点他过来的啊 是不是点他过来的啊 那这个在哪边啊 在左边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得看什么呀 Left 是不是啊 好了 Left里边呢 它其实用了一个叫Btree的DS框架 啊 这里边呢 其实他都有说明的 这叫ID 这叫Parent ID 啊 然后后边呢 这个显示名称 URL 然后打开的DG 能明白吗 那这MyFrame从哪来的呢 很很简单 就从这后面这来的 能明白吗 后面这他就有 LeftFrame MyFrame BondFrame TopFrame 他这就告诉你 你点了那个链接 在哪个区域里边打开 是不是在这打开啊 所以每次刷 是不是都刷这个中间部分的 右半部分 你看吧 是不是 别的动不动 不动 能有办法 好了 那我们要改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改这个东西就行了 那这个东西怎么改呢 你就用这个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这写一个user 然后叫什么 比如说叫Find all action 行不行 可以的是吧 没问题 但是好不好 那就是我讲是要把扩展媒体赶紧Fail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用咱们的URL 对不对 没错 摆斯号 啊 Tag lab uri 等于什么呢 这个 啊 px等于 s 行吗 好 这个里边呢 我们在哪写呢 写外边吧 可以吧 呃 呃 在这里边尽量这种就是啊 生成什么 访问 啊 列表 路径 可以吧 啊 s冒号什么呀 URL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呢 首先是不是Action啊 Action叫Fanda O 可以吧 反动 然后接着干嘛呀 R R R还不行 你有Namespace没有 诶 有 有 你不给我行吗 是不是 然后呢 R 是不是 R一个什么玩意儿 咱们就讲URL 可以吧 这时候就生成了一个带有Namespace的地址 放到这里边去了 是不是 好了 那在这里边怎么用啊 是不是就S冒号 PRO TR TY啊 然后Y就等于 外边单引号里边有什么 双引号 双引号 对不对 啊 然后这怎么写 警号URL 因为他给放到ActionConnection 大麦克里边去了 对不对 什么百分啊 你说你说直接这么写是不是 这么写当然能取出来了 你你这你这样当然能取出来了 这样首先你先告诉我URL配置Connection里边有没有 配置预理有没有 有吗 request的预理有没有 那去哪了 直战里边有没有 没有 那去哪了 麦克 有没有 有 取得出来取不出来 取得出了 那你知道他存哪 那不就是你想怎么取就怎么取吧 对不对 那首先得知道他存哪 可以不可以啊 行了吧 好了 嗯 我们重新刷一下 就刷这边就行 看地址 可以了吧 变了没有 变了吧 是不是啊 好了 那你现在点不了啊 点是什么呀 你根本没有Action对不对 是不是啊 来 开始 把这个讲完 这之前耽误了太久了 查询所有用户 可以吧 啊 嗯 好了 嗯 嗯 Band 哦 是不是啊 然后呢 Band 哦 是不是啊 然后接下来 关闭 然后呢 Return一个 Success 是不是就到这个UderLift里边去了 是不是啊 OK了 这帮他这 接下来去哪啊 动作类 是不是啊 动作类比更简单 嗯 叫 嗯 嗯 怎么样呢 查询所有用户 可以吧 啊 啊 Public Segin 叫Fanda 哦 是不是啊 然后是Rose EFCEP 对不起啊 好了 这里边 你告诉我 怎么查 是不是 Service.Fanda OUder 呀 得到一个集合呀 是不是啊 然后怎么样呢 Return SUCCESS 是不是就回到那个List的页面去了 但你这个给谁复制啊 你这里边你不能这么写了吧 List Uder 什么 叫什么 呃 Uder 等于这个 你不能这么写了吧 你这么写 你怎么取 你告诉我 你这是不是动作方法里边的东西啊 是不是啊 然后你还request.set Trivial 还给我塞进去啊 那肯定不能这样 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跟你说啊 放什么地方啊 是不是 List Uder S 叫Uder S 可以吧 Uder 叫Uder 是不是啊 这个是什么呢 用于存放查询出来的所有用户 对不对 好了 那你光这样还不行 你还得生存下来什么 Gatter O Theta 方法 是不是啊 Gatter 嗯 好了 来吧 跑哪儿出了这个玩意儿 这在什么地儿 在谁里边呢 在动作类里边是不是啊 好了 是不是啊 这动作类在什么地儿 我告诉你 你们都说的是站顶是不是啊 来吧 Come on 啊 来吧 啊 Come on 是不是List 啊 我给你整一个 整一个什么呢 整一S号号 Debug 看清楚了啊 对 哎 来啊 这时候加了一个Debug 哪个呀 走 就这儿呢 谁在站顶呢 为什么他在 便利 什么便利啊 你不是模型驱动吗 模型驱动是不是把模型压入站顶 还动作类还在站顶 不在是不是 就是不在站顶 啊 因为我们时刻得想着你用了模型驱动 是不是模型驱动这个来接器一定会执行 是不是Motor Driver那个Interception一定会执行 他一执行 是不是首先 就判断 你这是这个吗 是 试完了之后 这是闹吗 不是 那怎么样呢 压下 是不是 所以任何时候不要忘了 你一怎么样 模型驱动了之后怎么样呢 他就把它压住了站顶 那他一进站顶 这个就肯定不在站顶了 可以吗 可以 能明白不 行不行 嗯 好了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我们的那个U字字呢 有 就在这呢 是不是 这是什么呀 Point name 对不对 那好了 你说这个迭代器怎么写 这三把的迭代器 行吗 啊 我们看一下 就分析出来原因就可以了 行吗 Etherwriter怎么写 这是我们的Etherwriter迭代器啊 怎么写啊 这直接就是怎么 U字字 这是不是从站顶往下楼 那在第一个U的那个模型里边没有 是不是啊 东哥类的有没有 有 好了 是不是啊 啊 对不对啊 哎 就这么回事啊 看明白了 其实非常简单 对不对啊 啊 这个好像挂吧 保存一下吧 重新打开 啊 接下来呢 就可以怎么样了呢 取直了 是不是啊 那你怎么存的 你得知道 是不是啊 啊 你到底用没用 哇 是不是啊 如果你用了哇 哇 假说我叫U的 可以吧 用了吧 那怎么取 那这里边应该怎么写呢 S号号 DOTY 对不对 Value等于什么呀 紧号 紧号后边怎么写啊 User. User name 是不是啊 啊 这是用户名的啊 是吧 啊 叫登录名 是吧 我看他怎么写的 我再点一下这debug 他就回来了 这登录 是不是登录名啊 登录名应该是logon name 对不对 啊 logon name 是不是啊 这个才是用户名的 是吧 啊 那你就考呗 可以吧 啊 叫什么呢 User name 接下来就叫什么呀 呃 性别是不是啊 性别叫什么啊 Gender 是不是啊 我们直接存的就直接取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什么呀 开列 放TRE PHONE 对不对 然后呢 学历学历怎么去啊 不就是 就 K什么 EDC EDUC TLN 是不是啊 好了 剩下的不就三个操作吗 对不对 三个操作呢 我们点一个干一个 点一个干一个 对不对 嗯 嗯 哦 嗨 这多了一S是吧 来 可以吧 啊 啊 这第一个性别是不是都没存啊 第一个传道啊 你看后边是不是传道 是不是啊 所有就不管了 就后边了 添加这 是不是都取出来了啊 对吧 那剩下的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说 我们点查看就是把这都取出来 点编辑呢 就是把这都取出来 一个就是可改 一个就是不可改 是不是啊 查看就不能改 嗯 编辑呢就可以修改 对不对啊 然后剩下的是不是一点三读就没了 啊 那这都好多啊 然后一点查询 咱们在这个分条件做一下 然后最后呢做一个 检查登录的拦截器 因为我们现在都没登录是不是 从起了那么多次服务 是不是都直接访问啊 对不对 行不行 好了 现在咱下午白了再说 好吧 啊 先下课啊